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新世纪》电视台 我是杨小梅 今天是8月5日 首先为您报道社区新闻 为了更好的服务华人社区 芝加哥华人咨询服务处董事会 日前正式将房屋理财中心 从职业训练部中分出来 单独成立了新的房屋理财部 由远理财中心负责人刘振斌担任经理一职 与华自处的四大部门并驾齐驱 每年为1万7000多社区人士提供服务 华自处于8月3日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宣布了这一决定 同时包括齐老部新任经理在内的 多位部门主管也首度与社区见面 新闻发布会由华自处执行长黄苏正恩主持 总裁黄罗瑞雄首先表示 由于去年政府预算削减 华自处的服务曾一度步履维艰 目前虽然走出困境 但他们仍然面临种种挑战 据悉为了强化华自处的支柱服务项目 从今年7月1日起 华自处已从原来的四大部门 即儿童教育发展部 齐老服务部 职业辅导训练部 家庭及社会服务部 扩大成了五个部门 将原职业训练部旗下的房屋理财中心独立出来 新设房屋理财部 由刘振斌担任经理 据刘振斌介绍 房屋理财中心2005年成立 与扎打滴银行基金会合作 协助新移民进行房贷及金融理财方面的教育 自2005年起 他们共举办了115场讲座 参与人数达到3285人 客户达到6776人 并帮助了521户走出房贷危机 该部门09年负责能源补助计划 为社区民众带来了50多万美元的补贴 去年并帮助了900多户居民进行地税上诉 争取到的地税下调总金额近88万美元 另外从8月1日起 华自处最大的部门齐老部 以及家务助理部的新任经理 及新任主任也均走马上任 齐老部经理是吴一伦先生 吴一伦先生早年来自香港 在益州大学芝加哥校区 继UIC获得社工硕士 曾先后在多个市政府的社会服务部门任职 有超过10年的社工经验 而家务助理部原主任杜关修文女士 将于8月31日退休 新主任由陈干聪先生接任 陈干聪94年起即在华自处工作 曾担任社工主任 今走马上任的 还有总裁黄罗瑞雄的助理马玉聪小姐 马玉聪早年随父母来自北京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毕业 总裁黄罗瑞雄在新闻会上最后还表示 去年华自处员工牺牲了8个节假日的工资 并向社区广泛募款 才度过了经济不景气 资金短缺的难关 今年仍面临额外的20%的预算削减 但他们会提高效率 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 为社区持续的提供各项服务 新世纪电视台记者杨小梅采访报道